你好 欢迎收看2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光复乡公所4号晚上举办了欢乐庆元宵灯迷的活动 近千位的民众热情参加 欣赏社团协会热闹的精彩表演 而元宵节重头信的拆灯迷 乡公所也准备了100个题目 似乎都难不倒台下民众 纷纷举手抢答 现场非常热闹 部落社区社团协会各个轮番上台 歌舞表演 气氛热闹 这是光复乡公所欢乐庆元宵灯迷之夜的现场 光复乡公所4号晚间举办庆元宵活动 近千位的乡亲民众热情参加 欣赏社团协会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之外 众所期待的元宵节拆灯迷 总共100题的灯迷 台下民众早已摸到霍霍 举手激烈抢答现场气氛热落 中国耗子来拆电脑用具 滑鼠 答对了 由乡长林清水主持 乡长夫人 县长许真卫 立委助理 蔡英镜议员 光丰农会总干事 乡民代表 议员助理 各个村长 社区协会理事长 调节委员会委员 各个部落头目等都到场 共享盛举 我相信林清水乡长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要把它完成 有一些工作 有一些政策 有一些可能 可能会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晚会除了政令宣导 拆灯迷 把送限量 兔子灯笼 精彩表演 还有优质大奖的摸彩活动 江长林清水也率领 公所全体同仁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新的一年 大吉大利 主持如意 何家安康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